電梯大廠永大基電董事會決議 通過與持股七成以上的日商 日立公司進行現金股份轉換 並且將在十一月十六 後召開股東臨時會 提請股東討論此議案 如果通過的話 永大將申請股票下市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今日依法決議 通過與日商日立公司 進行股份轉換案 本次股份轉換案 股份轉換基準日 定於日商日立公司 取得經濟部投審會許可後 時隔營業日內 日商日立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 日商日立公司應就取得本公司 每一普通股股份 給付現金對價新台幣六十五點一元 考量股東參與現金股份轉換案意願 日例將以每股現金新台幣六十五點一元 作為對價 完全收購永大流通在外的 百分之二十八點九的股權 永大指出 正式成為日立集團的一元之後 能夠活用日立集團在智慧電梯遠端控制 以及高速電梯的技術 加強產品和提升電梯遠端維修服務